唱完慧大爷还叹了一声 嘿嘿嘿 苦命人呐 师父马上跟着说了一句 是啊 苦命人呐 被打了什么的人呐 最苦命了 我服了这俩大爷了 唱着歌来气这个吴吏语 那吴吏语原本就被这精妙的佛臣三十六世 抽了一肚子气 师父和慧大爷这么一唱一贺 直接就让吴吏语这股怒火爆发了 挖的一口鲜血喷出来 还直接喷到了我的衣服上 这就气吐血了 我心中叹息 叫你养尊处优 换成我师父和慧大爷这种厚脸皮 这种程度的讽刺算个毛毛雨 旁边两个尾数字见到这个情形 终于按耐不住 那个尾一更是一步走上来大声的喝着 说好的斗法怎么变成打人了 说话间他已经掐动手绝 看样子马上要插手了 吴吏语朝着尾数字投去一个忧怨而感激的眼神 感激的是 那个木头般的尾数字终于出手了 怨恨的是 你怎么他妈的才出手啊 老子都快被打成猪头了 我看着吴吏语的情绪笑得快抽筋了 无奈身体不是属于我的 我无法通过身体表现这个情绪 真是遗憾了 可另外一方面 我又微微的有些担心 中毛之术可是有时间限制的 并不能一直的维持下去 我那师祖爷如果自重身份 不能对小辈下狠手 那接下来我可就惨了 至于尾数字我根本就不担心 当我师父他们吃干饭的吗 果然那尾数字一出现 我师父就蹦得出来 指着尾数字就说 哼一开始说好互不插手 我徒弟都被吴吏语给吼吐了 我连一句话都没说 你想怎么的 准备插手吗 谁说这不是斗法 我徒弟这几招 每招不暗含着功力啊 真是浅薄 你这样我可忍不住啊 我都还好要是大家都忍不住 我也是不能阻止了 我那师父什么时候又是个吃亏的主啊 他现在伤了本源 接下来还会有一场大战鸟处理 对付两个尾数字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他是暗示大家不要忍了 那两个尾数字敢动手就拳起而公之 傻子都能听懂师父的话呀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围了过来 虎视眈眈的盯着那两个尾数字 弄得这本想占据道义高端 再来动手的尾数字 反倒不知道怎么办了 因为话已经被师父给堵死 动手 也是解不了无力语的围 反而自己要深陷苦战 让事情更加的麻烦 一时间倒是僵持起来 对于我这边 仿佛是那个我也意识到了时间的问题 他就忽然说着 教训你这嚣张小辈倒也差不多了 最后再给你三下 让你记得什么叫重道 什么叫坦荡 什么叫道义 那我师祖终于要下重手 解决我的危机了 我心里直嚷嚷 师祖啊 你可别仁慈啊 把他弄昏了去啊 一定啊 我知道 师祖不会杀他 这是一种感觉 感觉我师祖虽然不屑他们这一脉 但是多少有些情义 不忍下杀手 我那老李师祖 何尝不是一个重情的人呢 我们这一脉的山字传人 说起来个个都是这样的 外冷内热 重道 重的是道心 轻的是皮囊 这话说完 那个我第一下就落了下去 这一下暗含内进 抽在了吴丽宇的手臂上 立刻吴丽宇的手臂就有些抬不起来了 坦荡 指的是态度 修道之人 心思太重 失了纯真之心 难成大道 说话间 含着内进的第二下 又落在吴丽宇的左膝盖下 立刻吴丽宇的那左腿就支撑不住身体 一下子就跌倒在地 道义 道义说的就是 道与义并存 取道就不能舍义 没有义的道 只能叫阳长小路 永远成就不了大道 说话间 失足的第三下就要落下去 这一下是朝着吴丽宇的脑门 脑门这个地方是不会打死人的 力道掌握的好 却能把人给弄晕 现在那么多人爱拍板砖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我那个叔父啊 失足当真是可爱啊 哪怕只是一丝失足的意志 果然就随了我的心愿 要把吴丽宇给弄晕过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 整个洞穴摇晃了起来 变故顿生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管人有多么的强悍 面对大自然的威力 都是渺小的 忽然的地动山摇 让整个洞穴里的人 都有些惊慌 而在这个时候 我中毛之术的时间 也是到了限制 那股力量已经脱离了我 失足玩无力语玩的高兴 连同我的身体也有些脱力 原本就有些软绵绵的 这洞穴摇晃啊 我就更加的站立不稳 眼看着就要跌倒下去 这个时候一个人从背后扶住了我 那清幽的香味 我很熟悉 不用看我也知道是如月 毕竟她和如雪是姐妹俩 就连身上的味道也是那么的相似 一时间 我有些恍惚起来 想起了如雪 就全然忘记了在此刻外面的地动山摇 可在此时 师父的声音一下子让我清醒过来 他不懈的对吴吏语说 我看呢 也就别逗了 此地早已经花费了半年的功夫 布下了大阵 布阵人是巷子脉之人 哼 吴立鱼 你该不会不知道轻重吧 逃过最后一下的吴立鱼 有些站立不稳 两个尾数字扶着他 他狂笑了两声 江立纯 你原来根本就不怕我阻拦你 你早就算计好 大阵一旦发动 我们就必须要跑出这里 我说你放心让你徒弟和我斗法 原来在你心里 只是让你徒弟撑过一时半会儿就好了 你只是有信心让他撑过一时半会儿而已 这个时候我才反应过来 师父口中的此地毕生变故是什么意思 我不了解巷子脉传人 也是风水师的王师叔布置的大阵 到底有什么效果 不过连他都用了半年的时间 肯定也有不少人帮忙布下的大阵 一定是非常不凡的 看着地动山摇的架势也就清楚了 我开始有些恍惚 此刻又惊异于师父瞒得我好苦 原来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 一时间呢也忘了自己 还靠在如月的身上 这个时候如月忍不住推了我一下 三哥哥你是没有骨头的人吗 他故意说的大大咧咧 不甚在意 却弄得我心中苦笑 有些尴尬 赶紧站直了 故意用轻松的口气说 我这是战斗后一仗 其实啊 这样的感觉呢 让我难受 我呢 真的很想如月快点走出来 我们能快一点恢复那种 是兄妹是朋友的关系 这边 我和如月呀 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那边师父对吴丽语回应的 可就不那么客气 他就说着 哼 是啊 我只想我徒弟拖住一时半会儿 却不想他把你弄成这样 那样回去我会好好教训他的 不懂得尊老爱诱 哼 说完师父还假装生气的瞪了我一眼 我吐了一下舌头 一脸的无辜 再反观无礼语那个样子 确实是狼狈呀 质地优良的唐装 被佛臣快抽成了碎片 整齐的头发也都乱了 看起来哪里还有一开始的气势啊 倒可以和师父以前在我们村子里的形象媲美了 被我师父这么一说 吴丽语大怒地说了一个你之后 就再也憋不出话来 师父也不想和他多说 只是大有深意地望着他 说了一句你还不走 你要的东西不是要到了吗 只是回去要小心点 那东西烫熟 什么地方来的你也清楚 师父说完这话 地动山摇的更加厉害 我甚至隐隐听到水声 吴丽语竟然没有和我师父争辩 而是有两个尾数字扶着 朝着洞穴里的其中一条通道跑去 那是一条向上的通道 通往重视 这个我是早知道的 地动山摇外加水声 我总觉得这次的手笔太大了 完全不知道师父在搞什么 而师父却说了一声 快走吧 别耽误的太久了 等一下就来不及了 说完 师父选择了另外一条通道 带着大家好不犹豫的朝里面跑去 我有些虚弱 是如月一路扶着我 灵青奶奶可能嫌麻烦 挥手之间就拿了一个怪模怪样的虫子 趁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把那个虫子扔到我手背上咬了我一口 然后就收回虫子 跟变魔术似的 我幽怨的看了灵青奶奶一眼 知道我怕虫子干嘛来这一套啊 结果我还没来得及出声被咬的地方就一阵剧痛接着我竟然兴奋起来有些虫弱的身子也有了力气 这虫子咬人的时候会注入一种带有兴奋成分的毒素进入人体 毒素不是太厉害 大不了等一下就是红肿的厉害 一会儿啊就会笑的 这兴奋的作用倒是很好用 副作用也小 灵青奶奶淡淡的解释一句 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 幸好她没扔在我脸上 因为一瞬间我的手就肿得跟个猪蹄子似的 要是换脸上 这 这个时候啊如月已经跑到前面去 灵青奶奶忽然凑到我耳边悄悄的说了一句 和你师父一个德行 既然去不了也就不要招惹 你招惹了我一个之孙女啊 就不要再想着再占另一个的便宜 要她扶着你跑 哼哼哼响得美 我有些无言以对了 望着师父跑在前面的猥琐背影 我心说都是你害的 跑在那向上的土洞内 地动山摇的也就越来越厉害 不时的有土块落下来 让人跑动的很是艰难 可是这种时候根本就不能停留 师父说过有水很快就会淹没了这里 那就一定是真的 因为我听见水声已经越来越大了 如果不想被淹死 就要快点跑出这里 向上的通道并不是很长 我们一行人几乎是连滚带爬的 跑出这条通道进入一间虫市 这间虫市比我见到过的那间要大得多 横七竖八的堆了很多虫人之茧 里边竟然有三只母虫 只不过这三只母虫和我见到的那只母虫 有些许不同 首先体积上就比不上那只母虫 其次那身上的紫色和荧光仿佛要淡些 最后这三只母虫都没有进化出类似人手的前肢 但看着也是很恐怖的 对于我们一行人狼狈的闯入 在这间虫市当中的三个老妖怪很是愤怒 其中一个老妖怪几乎是张牙舞爪的 对我师父就吼着 你对我们的圣地做了什么 我师父轻描淡写的说 只是对这一带的地下暗河做了一些手脚 我看大家不要啰嗦了 还是先逃命吧 你们能保住性命和虫子 我们再来大战一场吧 说完师父转身就跑 这里当然也有跑出山腹的通道 和我见过的那个虫世一模一样 高宁只是告诉我 他奶奶是从那种通道当中逃跑的 但是却没有告诉我 其他的虫世也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通道 这个时候 我已经无法思考 因为我看见了 让我觉得恶心有悲哀愤怒的一幕 我看见了乔兰 但已经不是活生生的乔兰 而是已经死掉 只剩下半截身子的乔兰 她的双眼还睁着 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满足的神情 在虫子的身下 此刻的虫子正在用她那发达的口气 一口一口啃噬着乔兰的尸体 不只是一只虫子这样 这里的三只虫子都是这样 都在啃噬着女人 这些女人应该就是那个黑炎苗寨里头 女性的老妖怪吧 哼 我想骂点什么 但是骂不出来 我想说点什么 可是也说不出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这一幕 乌兰已经扛不住的吐了 但是时间不能耽误 师父只是咬牙在叹息一声 然后转身就朝着那个洞口跑去 此时 震耳欲聋的水声已经在我们的身后 那些看似无害的虫子 只要靠近三米之内 就会对人暴起发难 师父已经走进了三米的范围 果然这虫子一下子就立起来 但是 那水声可不是骗人的 我在奔跑当中也不知道那些老妖怪用了什么手段 总之 这些虫子竟然安静了下来 其中一个老妖怪喊着 快打开山敷 然后另一个老妖怪就跑去一个什么地方 接着我看见那个玉流的小洞口旁边 开始起了大片大片的裂纹 接着 大量的土石纷纷的朝两边滑落 再另一边 一个大石忽然从顶上毫无征兆地落下 引得虫是一片震荡 我不知道什么古代机关的原理 也不知道黑炎苗寨的人是怎么做到的 总之 瞬间的震荡之后 那个洞口竟然变成了一个宽阔的通道 就像那个洞口生生被人撕开一样 原来这个洞口的存在 是为了他们在紧急情况下转移虫子 那洞口可能是由于机关的关系 不得不存在 在震荡当中 所有人都蹲下或者趴下 再次站起来的时候 师父只来得及喊了一声快跑 接着 冲天的大水已经涌上这个洞口 瞬间就带着巨大的冲击力 淹没了这里 我的身子也站不住 一下子就被水冲走了 被大水冲走的瞬间 我的思维一片空白 不是我不想去思考什么 而是在大自然瞬间的爆发下 你根本没有那个反应能力去思考什么 糊涂中 我被冲进了洞穴 冲下了一片地势叫缓的山坡 直到了一片平地之后 水流的速度才放慢下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 我才反应过来 看准机会抱住一棵大树 才让自己的身体停了下来 安稳了之后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观察周围的环境 这里是山脉之间一个较大的山谷 除了为数不多的一些树木以外 就是一片冬季已经枯萎的草地 和已经被刚才呼啸而过的大水冲的七零八落的灌木丛 我在一棵大树上 所处的地势较高 遥遥的能望见几个大水流出的洞口 让我感慨 怪不得人们常说顺水顺风 从洞口到这片山谷 我要是用两条腿来走的话 起码得半个小时 被大水冲到这里 只是瞬间的事 摔开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 也顾不得衣服湿大大的 我开始担心起师父他们了 可是坐在树上的我 只是借着月光朝着周围仔细观察了一下 就立刻放心了 因为大水根本没有继续冲出来 刚才那股水流到了山谷 也被巨大的山谷面积所容纳 变成了浅浅的一滩 也就不到人的小腿肚子 所有人都在这里 我师父他们 五里鱼 老妖怪 大虫子 一个都不少 全被冲到了这片山谷里头 师父 这是要弄哪样啊 这股大水的目的 就是为了把人冲到山谷里吗 我甩了甩 湿林林还在滴水的头发 无意当中 却看见在山谷有水之地的周围 隐隐隐绰绰的出现了好些人影 这些人都举着电筒 是如此的明显 因为有些远我也看不清楚 直到一个豪爽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 僵尸叔他们被冲出来了 还有虫子 我看见了 我才确定那些人影是我们的人 因为那豪爽的声音是关系哥的 他们怎么跑到了这片山谷呢 在那些身影里头 我分明看到了摩托马之类的 说明他们还是快马加鞭的跑到这里的 我一时有些疑惑不解 习惯性的想摸出一支烟来 可是却苦笑着发现 烟在我的衣服里头 已经被泡的软塌塌的 成一包烟墨子了 还抽个屁啊 我苦笑着把烟扔了 却听见底下一个声音骂着 还不下来 想在树上当猴子 我低头一看 不是我师父又是谁啊 刚才我就看见 我们被冲到了很近的地方 我就一晃神 他呢就已经来到我的旁边了 师父吩咐 徒弟哪敢不从啊 赶紧的下了树 我师父望着我哼哼一声 你这是有多怕死啊 啊 所有人就你一个在树上挂着 我脸一红 我 我 我这不是反应快吗 师父 却看见前方的慧大爷 一边拧着衣服一边说着 哈哈 你这是反祖现象呢 啊 看见树就想爬 怪不得你从小我就觉得你还没完全进化像个猴子来 我无言以对 很快啊 我们的人就聚集整齐了 而在那边 老妖怪他们也是在聚集着 也不知道他们在用什么办法努力的想把虫子聚集在一起 一场大水莫名其妙的把所有人都冲到了这里 我也不知道师父到底想要做什么 正思考的入神呢 却冷不防被一样东西在水里抓住脚脖子 我吓了一跳 本能的一踹 却看见一个虫人被我从浅浅的水里踹出来 再次呼啸着朝我扑过来 我怎么就忘了这个茬子呢 所有东西都被冲了出来 这些虫人茧当然也在其中了 面对扑过来的虫人 会大爷冷哼一声 一个漂亮的飞腿 再次把他们踹得很远 这玩意儿没有特效药 唯有到家引来的天雷才能灭了它 师父就说着 这里啊 太靠近母虫了 这些虫人肯定会攻击的 现在不是理会这些小事的事儿 我们快走和他们抢时间 说完 师父就带着我们朝着人群的方向跑去 当然为了不麻烦 我们自然是远离母虫跑 免得这些虫人发疯 那母虫在夜色下 散发着紫色的荧光 跟个大殿捅似的 想不看都难 就是因为母虫分外的引人注意 我才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但是我却看见了一个让我肠胃抽搐的事实 这些个母虫被冲出了洞穴 嘴里的巨大口气 还闲着尸体 还闲着尸体 这些个尸体 全是女性的尸体 大斗残缺不全 那些老妖怪 已经把母虫聚集在一起 此刻 竟然开始围绕着母虫转圈 跳舞时的发颠 嘴上也念叨着一种神秘的语言 看得多了 我自然知道这是在施展一种神秘的巫术 我看见只是瞬间 那些母虫紧实女人的速度就快了很多 几乎类似于吞了 我忍不住就打了一个干呕 师父就说 别看了 他们也是在和我们抢时间 快点 不然后果很严重 也不知道是谁 从部队那里拿来几个探照灯 发现我们之后 那灯光就一路如影随行跟着我们 让我们在这黑夜里头 被水淹没的山谷里头 跑的还不算狼狈 脚踩在水里头 那跑的滋味很不好受 每一步都溅起大量湿滑的泥浆来 每个人都不知道摔了多少次 可是师父既然说了要抢时间 我们又哪敢停留啊 只能咬着牙就往前跑 好笑的是 跑到半途 竟然遇到尾数字和无力雨 双方都没有多余的话 只是师父提醒了一句 你们最好快点跑出这个山谷 等一下 这里边可就是大战场了 无力雨的样子很狼狈 听我师父的话 只是哼了一声 然后他说 江丽纯 你难道以为我看不出这个山谷有大震的痕迹 你好算计 可你要记住 我可不是败给了你 这次的行动 你身后站着的是国家和你徒弟的斗法 要给我一点时间 我 我发现无力雨 其实是一个很啰嗦的人 面对他这种时候还喋喋不休的执着精神 我师父回应的很干脆 然后带着我们呢 已经跑出了好几米 我恰好听见尾数字中的谁在提醒无力雨 老爷 我们快走吧 外边有人接应我们 让他们逗个你死我活去 这无力雨还在啰嗦着 可是我已经听不清楚 我只是暗暗觉得好笑 估计啊 这个人在尚未装严肃装的太久 带着机会就会忍不住好好啰嗦一番 湿滑的水烟地跑出去之后 速度就快了很多 再跑了十来分钟以后 我们终于跑到了人群聚集的地方 我看见 我看见除了部队以外 所有人都到齐了 我懂师父的用意 虽然是属于我们部门的特种部队 但是大多也是普通人 他们接触的神秘事件或许会多一些 但是核心的东西 还是不要看见的好 只是为生活徒增烦恼罢了 接近半个小时的奔跑 让我原本湿答答的衣服 成了一个半干的状态 到了目的地以后 我就再也忍不住一屁股坐地上大口的喘息起来 估计灵青奶奶那虫子的药效已经过去 疲惫的感觉就如潮水一般的朝我涌来 可师父呢 却来不及喘息一声就对人们说着 把探照灯打到母虫那去 我要看看情况 其余人来领战旗 按我指挥准备布阵 我已尽人室 结果能不能消灭 按天命吧 师父 要在这里布置大阵 这个时候一个人走到我的身边 是成心阁 看样子也是一脸的疲惫 看着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息的我 他就说了 在洞里钻了一圈 那么累啊 我和师父在这山谷里头布置的也累啊 他只是一句无心之言 却引得我疑惑连连 既然都是要被大水冲进来的 师父带着我们到寨子里到洞里晃悠一圈 那是干什么去了 可师父 此时哪有心思理会我呀 他在忙着吩咐布阵的事情 从他偶尔的言谈间我就听出来 他要布的是一个真正的大规模的阵法 比我们在荒村布置的天雷阵要厉害十倍的大阵 这应该已经是我们这一脉关于雷法的最高阵法了吧 叫做十方万雷阵 这个阵法可引动方圆百里落雷 在理论上头只要没有撤去几个关键的阵眼 这里的落雷就不会停止 但只是理论下头 阵法是一种自动能引动天地之地的神奇之物 但无论如何 到了一定的规模也是需要人来主持阵法的 越大的阵法需要的人也就越多 按照阵法自己能引动天地之力 就如风雨雷电 但是也要耗费主持之人的功力 只不过所耗比起施展术法要小了许多了 可是啊 在主持阵法的时候 功力输出是一刻也不能停顿的 就算细水长流也有耗尽的一刻 所以这个阵法也只是理论上能落雷不停 而这个十方万雷阵 如果威力只是如此倒也罢了 可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那就是请到的真正的天雷 引雷术我已经不陌生 但是所引之雷只是自然界的雷电 而不是真正的天雷 那只是顺口叫做天雷罢了 在道家呀 雷电分为很多种 妖雷 水雷 龙雷 神雷 天雷 自然界的雷电只是水雷而已 妖雷和龙雷不属于人类的范畴 而神雷到了如今只是一个传说 因为他是至少有成就地先的人才能引动的雷法 最后的天雷才是刑法之雷 掌渡劫 匹世间大鳄 只不过雷电呢 都属一元 就如亲兄弟都有相似的地方 水雷自然不如天雷 但多少蕴含了一丝雷电的真意 五雷诀 我施展天雷诀引来的只是水雷 不过蕴含的天雷意味要多一些 妖雷诀 龙雷诀已经失传了 在道家曾经璀璨的岁月里头 能完整施展真正五雷诀的大能者是不少的 还不要说隐藏在山林当中不问世事的真正的清修之人 这个十方万雷阵 因为孕育的雷太多了 所以呢 偶尔也能出现一丝真正的天雷 这天雷对于普通人来说 也许和雷电区别不大 但是 对着世间已经背上因果 罪孽的邪物 效果 确实是最好的 那山谷中的 不论是老妖怪还是大虫子 从某种方面来说 都已经违背了天道 自然 天雷的威力披在他们身上 就大的离谱 生老病死 是最基本的天道 除了积累自己的善和福源来改变 那么任何强行的改变都是逆天的 就算是道家之人到了一定程度 不也避不开雷阵吗 所以 道家之人一般都会多行一些善缘 就是为了这虚无缥缈的雷阵 只是 效果却是甚微 为此 我问过我师父这是为什么 师父就说了 善的目的 竟然是为了减少雷阶的伤害 你认为这样的善 能中多大的善因呢 既然布置了十方万雷阵法 师父一定会主持阵眼的 阵眼之人 自然就是那个引动真正天雷的人 毕竟落雷无眼 是要靠人来引动 批到该批的人身上 见我有些愣神 承心哥 不由就问着 想什么呢 我刚想回答 却听见有人说到这些老怪物 在干什么呢 原来探照灯已经打在了那群任由我们跑 却毫不理会的老怪物的身上 他们的所作所为 也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了 我顺着灯光看过去 在幽暗的夜里头 灯光下的一切是那么的清晰 我一眼就看见那些虫子已经吞完了那些女人的尸体 而除了那个大肚子老妖怪以外 其余的老妖怪全部都躺在虫子的肚子底下 这里的人们虽然也是见多识广之辈 但是这么诡异的情景也是第一次看见 怪不得他们纷纷惊呼呢 可是我呢 却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我在虫世里看见的一切 那根恶魔之处一般的吸管 我忽然有点明白老妖怪们要做什么 那些老妖怪 不施展巫术和我们拼斗 也不逃跑求一丝生机 打定了主意 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虫子上 寄托在那个大肚子老妖怪的身上 他们是慷慨的赴死 说不定 也会像我在虫世里看见的那个老妖怪 那一眼 就被吸成不知道的是什么的碎片 此时师父已经吩咐完了布阵的人 看见这个场景更是高呼一声 人们快一点 我看见那边灯光下 那个大肚子老妖怪盘坐在虫子中间 他看着多年的伙伴死去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只是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六个老妖怪钻进了六只母虫的肚皮下头 一个大肚子老妖怪没有钻进去 按说还应该有一只母虫的呀 我百思不得其解 偏偏又不是师父安排的布阵之人 一个人坐在那里头有些郁闷 承心哥原本在我这儿 这个时候我看见他已经跑去和那个学生样的特异功能者说话了 他就是这样 对女性啊永远比对男性热情一百倍 还有一只母虫在那老妖怪的肚子里头 如果高宁此刻还在一个地方躲着 也应该是此复情景 所有的阵法人员已经各就各位 师父趁着间隙走到我的身边来 看我望着那边百思不得其解的目光 忽然就开口对我说着 知子莫若父 师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的父亲 他知道我在想什么 说完这话他就走了 他一下子提起高宁 我异常的担心 这高宁不是跑得没影子吗 师父难道不担心吗 师父 你既然花费了半年的时间 安排好了风水大阵 毁了黑岩苗寨的地下洞穴 为什么还要带我到寨子里 地下转悠一圈呢 我望着师父的背影询问他 我实在是想不通 入寨之旅的连番苦战是为了什么 这个时候王师叔走到我身边摸了一把我的脑袋就说 傻小子自然是要去的 不然怎么布置下最终的阵眼呢 怎么控制水流的方向啊 你师父一路上啊都在按照一定的方法 安插着这个 说话间 王师叔掏出了一把黑白紫 这是布阵常用的材料 是魔原的黑白石子 但是啊 要有效力 必须要经过道家之人的瘟羊 可确实算不上什么珍贵的东西 最后 你师父啊还要插下阵眼之旗 引导大水冲出来 否则困水不出 引起山体塌方 这因果可就大了 这一趟啊是非跑不可 他是这个大阵的最终完成之人 别问你师父什么了 这个十方万雷阵 虽然威力其大 可是能不能灭了那些东西还是两说呢 你师父精心布下这个局 心里憔悴 也是忐忑呀 王师叔在旁边对我说着 我心里头一阵内疚和担心 但是 事到如今我是帮不上什么忙了 我原本功力不算深厚 根本不可能参与主持大阵 术法再是精妙也没有用 这个时候在灯光照射下 我已经亲眼看见一个老妖怪 率先被吸成了人杆 那只母虫身上的荧光 开始变得耀眼起来 整个虫子也活跃了起来 那只母虫开始四处爬动 看样子还处于一种才清醒 有些迷茫的状态 可是他所过之处 虫人 纷纷起身 晃晃悠悠的 不知道要做什么 接着 母虫 接二连三的吸干了那些老妖怪 那个大肚子老妖怪已经起身 他开始念叨着奇怪的咒语 那声音之大之激动 声声的传到了我们所在的山坡上 听闻的人 捂不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总是说不清楚 里边感觉有一股奇怪而疯狂的力量 奇异的是 那个大肚子老妖怪 并没有手舞足蹈的做什么 只是起身之后又跪在地上 五体投地的跪拜着什么 见到如此情景 我知道有些危险了 当母虫们完全苏醒的时候 首先行动的就是这些虫人吗 那些难缠的家伙 只怕天雷啊 接着 那母虫 西人受命的特性 这 我替师父着急起来 而这个时候 师父站在阵眼之位 也就是最前沿的地方 开始念诵起一篇导文 在任何威力上了一定层次的大阵启动之前 都是要先念一篇导文的真心祈求天地之力 导文很简短 当师父念完以后 他大喊了一声行咒 我终身难忘的一幕壮观景象 至此拉开了序幕 我没有参与到大阵当中去 可随着师父的一声行咒的落下 那情景还是让我终身难忘 数十个道士齐齐行咒 脚踏不刚 引来乌云吹来山峰 数十人一起一斤飞舞 这是何等壮观的景象啊 怕是从此以后 国家再难出动如此多的部门道家之人 一起参加一个行动了 就算有 也再难看见 如此多的道家之人 一起主持一个大阵的宏伟气势吧 我看得心持神网 恨不得自己也是其中一弯 无奈我年纪太轻功力浅薄 我没有资格参与到这次行动当中 成为主持那最高规模的雷阵 十方万雷阵当中的一员 月亮被乌云遮盖住了脸庞 寂静的山林开始刮起乌乌的大风 在大风当中 所有道家之人的皱眼整齐化衣 在山谷当中回荡 衬托着山谷中的丑陋的虫人 虫子和老妖怪 就如同萧小一般不知一提 那些母虫在这山雨欲来 风满楼的气氛当中 已经彻底的清醒过来 又发出了 我曾在苗寨当中 夜夜都能听见的四鸣声 参加其中 云均 在那儿